我們來看一下,在我的商品當中 過去呢,我有拍了幾個書 那給各位參考一下,比如說像我對於這本書 我們要看它的紀錄,點進去 然後呢,如果你真的要再修改上面三個點 在圖上面,因為如果你一旦移開之後 有時候會比較沒有看到它,那沒關係 反正大概就知道,右上角有三個點點,你把它點下去 可以做商品的修改 可以做修改 然後呢,來,我先修改商品的這個地方,請各位看 像我有下關鍵字,泰魯閣,二手書,解說,九層星,走走步道 假設這樣,各位知道我有下載了這些東西 我有下了這些標籤,那這邊有40到60塊的運費 這邊是,我有寫說,可能你今天是用別的 什麼萊爾夫是多少運費呢 OK,然後呢,接下來,假設我這邊都設定完了之後 就是這個了,我點一下,點我置頂推廣 好,OK 你看,它會把它放在娛樂收藏其他裡面的這個分類的最上方 它這邊有寫喔,你這本書,因為我們當時,我在貼這個時候 剛才不是有分類嗎? 好,分類的齁,剛才我不是,我另外前面是什麼選沙發床有沒有 OK,現在這邊的分類,我選的是那個娛樂收藏其他 所以到時候,我這個置頂推廣之後 是,如果你在蝦皮拍賣這個當中 你置頂推廣了 要在那個娛樂那個地方找得到 那各位可以看,如果我今天按了一次 我再去點它一下,它會寫說 四小時內,同一個商品無法再置頂推廣兩次 OK,所以它就說,請你過了四小時之後 你再來按,OK 好,那如果你今天這樣子做的話 已經置頂推廣了,來,我趕快推回來 來,我開始來準備那個選 比如說我們可以選蝦,蝦拼或者是動態 蝦拼或者動態 但是不要選商城 因為我們現在,我們是賣家沒錯 但是我們沒有加入商城 我們沒有加入商城 所以你點這個商城 它就篩選是商城裡面的商品 才可以讓你看得到 好不好 所以你今天要點蝦拼,動態 那反正今天動態只是它這邊有一些動態的消息 可以讓你看的 但是主要在蝦拼這上面 可以搜尋 搜尋 搜尋 那假設我就搜尋 這裡都不是 我剛才是什麼娛樂有沒有 娛樂或者是什麼的那個項目 來看一下這邊有沒有 娛樂收藏 來,點進去 先看一下我剛才置頂的 有沒有可能放在上面了 我不在商城,也不在預購 必備收藏也不是 收藏類型分類,我看一下 我到底被置頂到哪裡去 有時候還是不好找 因為你按置頂的同時 也會有別人按置頂 所以真的,嚴格來講置頂 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好找 你看也找不到我剛才那本書 乾脆就直接在這裡 直接搜尋 太魯閣 我為什麼打太魯閣 是因為我的關鍵字裡面 就是那個hashtag 緊字號 那個就是關鍵字 我關鍵字裡面有下太魯閣 所以我用太魯閣去搜尋 來,搜尋 太魯閣看起來也還蠻多的 所以還要再看看我什麼時候 可以看到我的那本 我放的那本書 我剛才拍的時候 旁邊還放一杯咖啡有沒有 哇,其實你看也被 還是蠻後面的 有點難找 哇,真的太難找了 對啊,你看 所以同一個商品 實在太多東西了 那如果今天 我除了太魯閣之後 我再去搜尋 然後呢 那個 我這邊有一個 在娛樂收藏中 搜尋太魯閣 來 可是我看出來好像還是一樣 跟剛才搜尋的是差不多的 你看,要找我的還是真的 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沒有常常在賣 我們的商品實在太少了 所以其實 要再找到自己的商品 真的有點困難 欸,我應該是沒有下架吧 我剛才是有置頂了 應該是還在上頭的 哇,光找真的就很難找 還找得太到 還找得太到 所以 有時候關鍵字 來,我再下多一點看看 走走 這樣子有沒有可能找得到 欸,找到了 你看 我下兩個關鍵字 因為我 我真的下了很多關鍵字 所以才找到 到太魯閣走走 你看找到我這一個 然後點進去 那當然呢 看到的人 如果有興趣想買 也可以開始 看看人家 看看我的這個商品 現在有六個 唉唷,我有設六個 好不好 我的賣的東西 總共有六樣不同的東西 有上架的 那平價現在都是5.0 聊聊回應 是因為上次 有請大家在測試 幫我 幫我下個聊聊 然後我趕快再多回應 好 所以 再繼續往下看 好 那 如果 大家對這個有興趣 那當然就可以是說 做購買了 好 我看一下 他 這邊還有寫什麼 沒有了 好 所以商品就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曝光 讓大家看到 好 讓大家看到 OK 所以 各位 可以 互相搜尋一下 你的剛才下的關鍵字 我再講一次在哪裡 你今天 選 蝦拼 不要選商城喔 因為我們沒有加入商城 選蝦拼 然後在這個購物這裡 打關鍵字 OK 假設太魯閣走走 那就找到了我這一本 可以嗎 好 然後 當然對別人來講 他可能就對這個有興趣了 他可能就是要準備做購買 好 像 等一下我用我另外一支手機 來看這個 因為這是我 現在目前是我同的帳號 所以這邊沒有購買的動作 有沒有 沒有加到購物車的動作 而且你看上面有三個點點 因為這是我自己找我自己的商品 我是有修改的權限 但是沒有購買 沒有購買的權限 可以嗎 好 所以各位看看你把東西置頂之後 可不可以讓人家看得到